温馨励志动画电影《温泉屋小女将》 改编自日本作家令仗玉子的儿童 小说原作自2003年第一册发 形至今已累积300万册发行量 魅力风靡全日本不仅曾改编成漫 画集动画更在影迷千呼万唤中推 初剧长版电影自日本上映后讨论 杜姬曾成为推特电影 类别讨论杜第一名就连你的名 自动画大师新海诚也在看完后感 动力剑温泉屋小女将真是 太精彩了 我被逗笑了好多次也 被惹哭了好几次 该片由曾参与宫崎骏 风起 神隐少女 牙上的婆妞 以及 戏田手 怪物的孩子 等多部知名 动画作品的高板西太郎所指导 故 是描述旧独国小六年级的小芝在 一场意外中失去了双亲 婴儿投靠 经营春之屋温泉旅馆的奶奶 在车祸中幸存的小芝意外的获得通 零的能力 婴儿认识了温泉屋中的 三个幽灵 在旅馆面临后继无人的 情况下 小芝必须接受成为老板娘 必经的小女将训练 天生少根精的她尽管每天都遇到潮 笑语挫折 但始终积极乐观已对 并在旅馆中幽灵们的鼓励之下逐渐 成长 温暖立志情节多年来感动无 数大小粉丝 就连本篇导演高板西 太郎也被原著小说的世界观 给深深 吸引 感叹表示 不愧是畅销作 品 竟然可以把这么多要素塞在一 部作品里 不仅巧妙地融入了幽灵 的奇幻元素 每个旅客之间的故事 与对话也十分有趣 不时还可催人 类下 这样的题材实数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